整个前瞻计划可以入去推动 行政与中博办公室 业家南岛管政府和国庄定公司 在行政区来基盘设定会 占对到社区择大建设当中 与地方的基础建设相对有关系方向 来做相试设定 不过需要地方自己丢比配合化的部分 也是好在政业势设定感到相当为难 江振公所我们建议出席先提一案就好 你提两案的话 基本上我们也会就你们最优先案件进行评审 这次的前瞻基础设计划税民会 主要是检对跟行政基础建设相关系的行为 出帖上道路品质 行政中心的行政 跟公共合部固点设备 要如何来申请办理 向管府以及行政市公司来税民 不过台湘也提出最现实的问题 虽然中央提供保管计划的经济 但是也要求台湘丢比配合经济 这些设计是管来 为了在政困难的行政都没法度负担 南投县政府财政的这个状况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县市 这个如果前瞻建设计划 还是需要很多的一个配合款的时候 其实县市政府跟乡镇公所 是无力来负担的 我们发现要补助到乡镇的部分 因为他们配合款的问题 很可能就是乡镇公所有很好的案子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执行 那么经过这一次的前瞻计划 在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也碰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我会很快的时间 反映到中央政府 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会中营建宿人员表现 因为第一年所变得的经费没负 所以希望国乡镇定 可以占对最要紧的部分来提案 对处国乡镇公所 是提出改善到一宿七算 帕同国乡 水利和湿地 三乡的道路工程 我们是寄望在生活圈 但是生活圈似乎排的顺序 我们排的比较晚 所以遥遥无期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前瞻计划里面 在道路建设方面 能够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套 那么目前因为147000 是属于南投县的头管理的一个道路 中央现在一般来讲 还是没有办法去处理 不过现在我想透过区域治理平台的概念 我们为了要解决三个乡镇共同的问题 那么我很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的层级 由交通部跟其他部会一起来讨论 在这座税民会当中 台湘民意代表基础 在他们建设的一个范围 只有在当市家委屋里面才能申请 如果这样对平衡来讲 市匠都没有公平 希望中央可以扩张台湘输求 才能让家委进加落实 记者显示藏报道